近南大学 我只能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才能占到和别人同意起跑线 2014年为了达到更好的成绩 我决定改变起跑脚 当时极其不适应 就连睡觉的时候都想着跑步的节奏 年纪和伤病也是我必须要克服的难题 是近南大学给了我巨大的支持 四肢强不息的技男精神支撑着我 不能轻易放弃 我想再跑一次 再拼一次 终于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我跑出了9秒83的成绩 成为了第一个跑进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亚洲人 也突破了亚洲纪录 我想说只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科学的训练方法 世界其他选手可以做到的 我们亚洲选手一定可以做到 我们中国选手一定可以做到 我祝愿近南大学跑得更快 飞得更高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 繁荣昌盛